在今年現在這個時刻 色惠特特來幫我們一起來慶祝這個藝術節的開幕 這個計畫這個源頭如果要一直推一直推的話 我們就可以推到林務局去 當初也是林務局邀請關書教育基金會進來到成農村 然後林務局也來了很多的朋友 真是太棒了 林務局為什麼會在西南沿海的地層下限區 在這邊長期生耕 其實是因為林務局本身也是自然保育的主管機關 在民國94年的時候 當時口湖地區的這個成農失地 因為過去的地層下限引發的海水倒灌 原本的這個農地被海水入侵快要十年了 農民希望說解決他們生活的困境 所以那時候農委會就請林務局來協助 村民他當然不可能大規模千村的情況下 怎麼樣跟環境共生 雖然原本是農地 但是已經變成是一個濕地 那當時林務局評估說 這個濕地上面已經有很豐富的生機 所以後來就用生態補貼的概念 每年有五萬四千元補貼這個農地的地主 那經過了幾年之後 生態也變得更豐富了 所以到了98年 林務局認為說怎麼樣讓居民 能夠運用他新的這個優勢 重新再翻轉 所以當時才會邀請關宿教育基金會 環境教育的民間組織 進駐到成農地區來陪伴村民 恐懼地獲未請 我會愁上来 這個工程是日本時機器的 мало是 烏冬工程畫室 通常時機器具帶我們去前面或過去 但是這個時機器讓我們也要來做 我們希望讓更美しい未來 可是我們可以改變 WHAT IS REALITY WHEN WE ARE FACINGTO THE REAL WORLD 坦白说对地方人来讲 下陷造成海水倒灌 被淹没 是一种财产的损失 对他们来讲 这个市地 他们也不会特别地去关心 也不会觉得它是美 还是怎么样去保护的一个地方 冠叔98年进来的时候 在理工局和地方政府的协助之下 很欣欣获得 personas 成農國小的同意 波羅一間教室 讓關宿基金會的成員 進駐到成農國小 所以當進到學校之後 我們就定位了一個叫成農師第三代班 成立了一個叫小學生的偵探社 透過小學生去幫我們 介紹成農村的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一些魚啊鳥啊等等 有一個叫做任務單 讓他發回去 問他的阿公阿嬤爸爸媽媽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成農村的長輩也慢慢知道說 有一個單位進入到他們的孫子 或是兒子的學校進來 那個時候我也有小朋友在國小 才會去認識他們 他們寒暑假都會辦一些活動 帶學校的小朋友去認識自己的社區 家長有空他可能就會去跟著 靠著小朋友還有活動 然後慢慢地跟居民去拉近那個距離 管好嗎 現在就是要搬回來的 要先不利 從頭到頭到尾 來 morally going to the first 起初 要是要要去運氣 能夠改變 好不好 有沒有人 地步 是人為因素 也是一個不可逆的環境議題 你會看到泡水的魂墓 房子下陷得這麼嚴重 背後有很多人文因素 產業因素 我個人覺得成龍師弟 比其他的師弟 更有他的人文性 更有他的溫度性 透過這樣子 關宿基金會進駐之後 第二年就民國99年 我們透過國際藝術節的一個舉辦 國外藝術家的祝春 讓村民參與創作 讓他們跟師弟產生連結 產生情感 重點就是在過程 不是在最後的成果發表 經過了幾年的舉辦 村民們他們都會協助這些藝術家 去尋找這些美材 或者是提供這些額客這些美材 藉由這樣子的參與 村民慢慢地理解到說 這個外人視角可能跟在地有不一樣 也引發一些形思 但是村民們會以成龍師弟 認為說這個是一個故鄉的品牌 那很欣慰地在兩年前 我們的村民終於忍不住 也自己下海 組了組了這個一隊 有了第一個自己的創作 從圖完成助選以後 再下來做工作 全部都是我們村民通力完成 完全是我們村民的作品 你看一個打這個結 底下是圓的 上面是平的 你要怎麼讓它固定 我哪知道 老一隊的人就會跟你說 你要怎麼綁 他就綁給我們看 我們學會了 我小小朋友來參觀的時候 來來來來 來來來 阿公家的 我老公你看 你看 一袋船一袋耶 這個橋底下以前 30年前是一條路 走牛車的 所以當時候我畫圖的時候 特地把它花來這一條路上 希望他們出來的時候 他們不再害怕 而是用一個新的面貌 去創作它 環境跟產業跟生活 它是環環相扣 就是因為靠海吃海 所以才會發展出養殖業 但也是因為 我們人類的過度的聰明 不管是為了水質的清淨 或者為了讓養殖物 快速長大 操作地下水 造成環境的改變 又造成地層的一個下限 所以我想 我們還是要回到源頭 這兩年 也自己在嘗試 以不抽地下水 純海水養殖 再做一些示範 再做一些推廣 我們後來有打做一個商品 叫鹽選白蝦 鹽選文革 那個鹽是海鹽的鹽 我覺得是可以啦 就是一個習慣性的改變 現有的一個生態養殖 混氧的方式 跟基金會在做的這種 不抽地下水 純海水的養殖方式 差異不大啦 就是差在說 比如說 因為我們現在的氣候變異 還蠻大的 還有就是說 水的污染源 很難去拿捏 那我們如果把那些風險降低 真的是可以去做 這樣子的推廣 因為老實講 鹽度比較高的蝦子 或者是雨 或者是溫格 是真的比較好吃的 很高興的 去年開始也有村民 願意來嘗試 純海水養殖 今年組成 城隆市地 教阿窟養殖生產班 藉由這樣的契機 慢慢的能夠去感染 更多在城隆地區的養殖戶 也願意去採取這種友善 地層下限環境的養殖的方式 今天城隆市地 教阿窟養殖 下棟的洛卡圖 洛城記者會的一個部分 然後呢 為什麼會有這些洛卡圖的一家 待會呢 我會請初初人 來幫我們做一下介紹 城隆市地這邊 它是嚴重地層下限的區域 所以缺席雨水共生 也變成是這個計劃第二個階段 非常重要的一層碑 深切地去了解社區困境以後 我們就提出高角屋住宅構想 城門居林先生的支持 讓我們這一棟 還算台灣第一間 符合新設的 這個防洪建築的法規 這樣的一個示範民宅 現在有一間房子 還有一個基地 我們這個城隆還會這麼多 你可以說故事可以取消 你就可以成為很好的環境教育基地 目前台灣西南沿海 大概有一千平方公里 都屬於這種地層下限液淹水區 高角屋的概念一樓 就是全部讓水流通 那所有的人都住到二樓三樓 那因為人口老化 所以我們也在整個空間的設計 跟布局上面 讓老人家可以在一個樓層 他可以生活 另外一個是綠建築 苛可掛在外牆 很簡單的物理條件之下 房子內部可以降落 順應這樣的環境 友善這樣的環境 結合生活生產跟生態 創造出直接的 間接的各種效益 這個就是我們推動離海的目標 這些事情其實都不單單只是為了成龍地區 事實上我們希望這樣的典範 能夠給其他西南沿海的這樣的參考 去塑造出另外的離海的風貌 我們有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是很漂亮 連風吹來都會覺得它很漂亮 我們大家有一起做過了 我們有努力過了 就算沒有很大的改變 至少它是一個改變的開始 還有五 eerste 希望大家有機會 然後再加進一步 我們還 Write 我們繼續迎接著 我們來跟這個 這三一會兒 我們有資金